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全协议的充电器 咱们前面测试过一款热敌之美 那个充电器使用的时候充电温度很高 文波控制也是很一般 内部的用料的话能省则省 今天咱们再来测试一款全协议充电器 就是这个尹达琴120瓦 也是很多很多粉丝想看的一款充电器 这种破解版的产品 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厂敢做 毕竟这东西是要吃官司的 正规的品牌没有哪个厂家敢去做它 喜欢我的视频的老体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谢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看看这个充电器的外观 这个盒子的话比上一次那个热敌之美 那个盒子要设计的稍微好看一点 充电器的图片 GNN的标识 影答型的标识 然后下面是GNN120瓦 淡化价全兼容快充 这是它的代码吧 这边是规格信息和厂家的制造商信息 盒子背面的话就是一个充电场景图片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特点写在这里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 内部有一根数据线 这根数据线看着就是很廉价的感觉 固定充电器的一个塑料卡座 内部有一个合格证 但是没有生产日期 充电器装在一个袋子里面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本体 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测试的 乐敌自美的充电器 这个是影答型的充电器 相比起来影答型的个子要矮一点 都是融合快充的接口 橙色 黑色 黑色 错色的一种配色 同样的折叠插角的设计 这种A转C的数据线 我们后面测试一下它的线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线做工是很廉价的 到时候拆解的时候也顺便拆开 给大家看一下 充电器连数据线 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 164.4克 充电器和数据线一起的重量 122.7克 单充电头的重量 99.8克 也就是100克 这一根数据线 22.7克 充电器的高度 58.3毫米 连插角的高度 74.1毫米 充电器的宽度 46.7毫米 厚度的话 32毫米 这根数据线的直径 3.9毫米 数据线的长度的话 1米多了一点点 这是充电器的字面信息 全兼容淡化价快充充电器 型号是QY120 引达琴的英文logo 输入规格220V到240V 双端口不支持同时输出 输出功率 Type-C口 最大功率 20V 3.25安 也就是65瓦 Echo 最大功率 20V 6安 120瓦 制造商 南京浩宏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制造 这里是3C认证信息 海拔2000米下使用 双路绝缘 非热带地区使用 室内使用 和不要扔向垃圾桶 这是光面的设计 内部是融合插口 内部舌片 橙色 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 进入实际充电之前 我们来先看看这两个充电口 它的充电协议的情况 这是这个充电器 USB-Echo 协议支持的情况 有Vivo的 VFCP 7-20V 0.2-6安 这一个档位 这是Vivo家的 120瓦的快中档位 KOC 3.0 5V 9V 12V 3.6-20V 华为FCP的 5V 10V 12V 最高功率 18瓦功率 华为SCP的3.4-21V 0.03A-6A 这个是华为SCP的100瓦功率 OPPO的协议没有看到 然后就是小米家的协议 我们也没看到 我们后面实际充电的时候再试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 Type-C口 协议支持的情况 Vivo家的 VFCP 7-20V 最高功率也是120瓦 然后PD 3.0 65瓦 小米120瓦 PD 3.0 你点进去固定档位4个 25V 3.25A 最高65瓦 然后小米120瓦 两个PPS 3.6-11V 3.6-20V 两个都是6A 也就是米家的一个120瓦的协议 手机的实际充电 我们先用这一个 红米的Loto 13 Pro加 这个手机是120瓦的 默认的话 这个充电加速功能都是开启的 启动120瓦MAX的金标 我们来采集它的充电数据 电已经充满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峰值功率78瓦 只持续了3秒钟时间 然后降为70瓦的功率 充了30秒钟时间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一直下降到38瓦左右 充了两三分钟 然后逐渐的再下降功率 一直降到22瓦左右的功率 一直到充满电 从4%的电量 充到100%的电量 一共花了48分钟时间 这个充电速度的话 比小米的120瓦 还是要慢那么一点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49.4度 这是充手机的情况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 28度左右 这部手机是荣耀100 目前这个手机 还有3%的电量 充华为和荣耀的手机 这个充电器就要用USB-A口 配合的是 华为和荣耀原装的六暗线 可以启动MAX100瓦的标识 还可以启动急速模式 我们直接采集它的数据 这个荣耀100 电已经充满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功率 70瓦左右的功率持续了一分钟 然后降到61瓦的功率 持续了一分钟时间 然后再降到51瓦左右的功率 持续了两分钟时间 后面的话 46瓦的功率 持续了一分半钟 这后面大部分的功率 基本上都是 36瓦的功率 一直到充满电 整个充电时间 也就是30分钟时间 这个比小米的充电快一点 我们看一下温度的情况 这30分钟充电的时间 温度就飙到54.5度 我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8度左右 OPO家的手机 我们用这一个E家的SE3来进行测试 这个手机自带的充电器是100瓦 数据线的话 我们采用的是绿厂的一根原装的6.5A的充电线 目前这个手机还有3%的电量 可以显示超级闪充100瓦的标识 我们直接采集它的数据 这个手机电已经充满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功率53瓦的功率 一共持续了大概10分钟 从10分钟的时候 开始逐渐的呈坡形下降功率 一直到充满电 这个充电曲线的话有点特色 整个充电时间 从3%的电到100的电 一共用了37分钟 充电速度还是挺快的 我们看一下温度 这个30多分钟 温度直接最高拉到57.7度 我们室内的温度29度左右 蓝厂的手机充电测试 用这个iQOO的J9 这一个手机是80瓦的 充电线的话 我们是用的Vivo的6A 原装的充电线 插上去可以显示 Vivo的闪充标识 并且有小数点 目前这个手机还有16%的电量 我们直接采集数据 这部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功率55瓦左右的功率 持续了一分半钟 然后降到44瓦左右的功率 持续了20多秒 后面的话就是31瓦的功率 持续了5分钟左右 然后降为25瓦左右的功率 一直充到90%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从16%的电充到100%的电 一共用了52分钟 速度的话也没有多快 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 充电温度的话 相较于前面三个的话 它功率要低一点 所以说它的温度最高 只有48.5度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 26度左右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利用我这一个 移动的储能充电站 来测试它 PD65瓦功率的时候 长时间烤机 它这个充电器的温度的情况 因为这个ECO的私有协议的话 它是不能长时间运行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用65瓦的功率 来长时间的运行一下 这个充电器 大概运行了一小时 10分钟左右 温度稳定了 我们就计划都要停止了 功率输出一直都是 58瓦左右的功率 一直在直线的输出 最高温度也就是65度的样子 基本上稳定在65度左右 它一直在运行 这一根线材的话 就是充电器自带的一根A to C的线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线组 这个线组达到150多毫欧 这个我们叫它电阻师 也不为过吧 有些粉丝还不知道 为什么要测充电器的转换效率 给大家直观的解释一下 转换效率越高的产品 也就是说越省电 转换越低的产品 越浪费电 这样说的话 大家应该都能听懂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一个充电器的转换效率的情况 这个充电器 220伏50赫兹的状态下 插电的瞬间浪有功耗 接近16瓦 经过几分钟的测试下来 它的平均待机功耗的话 大概就是0.4瓦的样子 5伏3安 45瓦的功率 220伏输出 18瓦 这边直流输出 14.8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 82% 9伏3安 27瓦功率 220伏输出 30.5瓦 这边直流输出 26.8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 88% 这个充电器没有12伏档位 直接就是15伏3安 45瓦的功率 它跳过了36瓦 交流端输出 49.6瓦 这边直流输出 44.9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 91% 这充电器转换效率不错啊 20伏3.25安 也就是65瓦的功率 大家看一下 220伏输出 70.9瓦 这边直流输出 64.8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 91%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一个影达琴 120瓦 它的纹波的情况 这个充电器的纹波 会不会像它转换效率 一样优秀 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 5伏3安 1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44.6毫浮 平均纹波 32.9 也就是33毫浮左右 9伏3安 27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49.1毫浮 平均纹波 34.4毫浮左右 这纹波表现也是很不错了啊 15伏3安 4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49.2毫浮 平均纹波 也是34.4毫浮左右 这是这个充电器 PD功率最高档位的时候 20伏3.25安 也就是65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53.4毫浮 平均纹波 35.5毫浮左右 这个纹波 总的来说 没有超过60毫浮 也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引达琴120瓦 测试下来 相较于前代乐迪自美 4个常用的品牌手机测试下来 平均温度52.5度 65瓦的烤机温度65度 按照我测试的数据 这个充电器 比乐迪自美的温度控制更差了 但是后面纹波测试下来 最高纹波没有超过60毫浮 又比乐迪自美好了不少 会不会是功率提高了 温度比前代高了 咱们后续拆解开 看看内部电路和用料的情况 再说 喜欢咱们视频的老铁门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这么多铁粉 一直以来的鼓励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